从头画面可以看到街道上一台机车呼啸而过 不时回头张望后方一辆货车紧追不舍 两人在路上惊险追逐 接着骑士逃到超商旁 双方拿出武器整开大乱斗 吓坏附近民众 上个月28号审幸骑士行经三峡西东路时 越遭前方停靠的自小货车挡道 行神不满出言辱骂对方不雅自言 货车司机气得追上前讨功道 却遭持枪比划 气得拿细地抗胶强丢直 双方沿路追逐发生激烈肢体冲突 正况激烈空气枪还一度掉到地上 两个人持枪互殴双双挂彩 遭货报赶来的三峡远警逮捕送办 由于双方都有动手互提告诉 最后远警将两个人依刑法伤害恐吓及强制等罪嫌 以送侦办 行车纠纷惹来这么大的风波 未来不但要跑法院还得赔偿对方损失 火爆这一枪代价不小